虽然人们对诈骗防范意识的普遍提高 但还是有网友受到各种方式受骗 作案手段越来越千奇百怪 今日一名女性网友添加男子微信 与其语音聊天发现对方声音无比熟悉 在他再三追问下 对方竟放弃了伪装 大方的承认自己就是王思聪 听着自家爱逗熟悉的声音 女网友也不禁小鹿乱撞 沉浸在一银的幻想中 随后就陷入了王思聪的圈套里 以结婚为由多次实施诈骗 竟然骗得女网友三万余元 得知受骗的女网友仍执迷不悟 以为对方不想结婚 直到嫌疑人被抓才幡然醒悟 原来王思聪另有他人 网恋有风险 打钱需谨慎 也由此可见 不怕分子 想要利用网络红人的 明星效应牟利 是多么的容易 希望大家还是 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不要轻易受骗